信仰,现在对于这些人有点好, 支持你,在新居上, 以及访问, 多许多记者, 支持你, 支持你, 其实是.... 不懂说话, 因为其实是.... 一方面紧张, 另一方面是很感动, 就.... 这段时间时间很多人问我, 我需要退休的感受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但是今晚被大家的熱情感動了我 感染了我 無論如何也好 再次多謝大家今晚來到這裡 希望今晚可以比較冷靜一點 我自己 好 首次是 多謝大家出席今晚這個 叫做榮休的講座 但是其實嚴格來說 我用榮休的字 我覺得有點不配 嚴格來說 我應該是提早退休 根據中大的規定 今年58歲 所以未到60歲 我提早兩年退休 或者可以將它簡稱為 是早休 當然沒有什麼早了休惠給大家 希望大家今晚可以早點休息 再一次感謝寶松的邀請 其實我是成王成孔 那時候也覺得很大的榮幸 能夠在這個地方 想起一百年的時候 建文也在這裡 有他的一個告別中大的講座 聽到他當日說的話 我自己很理解到他的感受 他自己都說很緊張 我猜 我也一樣 教了三十篇書 所以其實有時候講話 其實有一點都覺得會是 輕假就熟 但是今晚都仍然是 緊張 所以其實我是 對於我今天想講的話 我是寫了一個 傳稿出來 我寫了一萬幾次 我猜應該不會好像 施政報那樣讀幾個小時 就是 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早休息 早點休息 距離我的退休 其實還有33天 12月31日 是我中大最後任教的一天 33日 其實我想起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都是33歲的時候死的 所以在我33天的時候 有這個講座 其實都蠻符合這個聖經的教導 其實 其實是 我在1983年的時候 是入讀中大的聯合書院的歷史系 找回那張學生證出來 那張照片 我應該是大一的時候 在聯合退身的那條小路 好像叫做什麼路 情人路 不過那時候我沒有情人 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拍一張照片 我完全沒有印象 所以在大概兩年前 就 在那個位置 有同事幫我又再 拍一張這樣的照片 在後面 83年入中大聯合歷史系 今年其實剛剛好是40年 我選擇在今年退休 有一個歷史學界的朋友 笑我 他說這些是歷史人 對一個完整數字的執著 來的 對完整數字的執著 執著於10年 40年 30年 20年 10年 我回望自己 這40年來的歷史史學之旅 我越來越發覺 其實在書寫歷史背後 是不可以沒有執著的 是不可以沒有執著的 這個執著是對一個 對客觀真實的執著 對歷史尊嚴的執著 也是對拒絕遺忘的執著 雖然我是83年讀大學一年班 但是我讀這科真正的開竅 其實應該是去到大學二年班的時候 那年我修讀了新亞歷史系 陸耀東老師所開的 中國史學史一科 老師在課堂上面 是很語重心長的跟我們說 他說要堅持歷史獨立的尊嚴 這句話是我終身受用的 他所寫的一本書叫 《中共史學的發展和演變》 當時是課程的必讀的參考書 整本書就講了在中國 在1949年之後 怎樣按照馬列毛的史觀 去改寫歷史 也都面對是 史學領域裡面的各種的批鬥 他形容一個叫做史學的革命 很多的政治的鬥爭 在史學領域裡面開始 後來我自己回想 我忠誠於1949年後的歷史的研究 可能是受陸耀東老師這本書的啟蒙 老師也都教育我們四個字 叫做十六直書 他說這個是一個 每一個史學家必須要有的 他稱之為是史家的四場 有史財、有史學、史識 更加是需要有史德 這個的史德是一個對十六直書的追求 他也強調歷史被顛倒 而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是要將被顛倒的歷史 重新的顛倒 我記得那一年我做了一份很用心的功課 那份功課我是寫一位研究名史的一位學者 他的名字叫吳瀚 他叫吳瀚 他由一個很關心社會的史學家 到一九四九年之後 他進入了權力建制裏面 成為一個建制的史學家 而在一九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 因為他所編寫的《海曙大官》被毛澤東點名批判 也都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罪幕 後來他死在獄中 我記得當年真的很用心寫這本書 寫這個論文 第一次感受到是《輸死歷史》那份的喜悅 那份樂趣 所以在1989年我在研究院畢業的時候 我帶了陸耀東老師所有的著作 當時是他的粉絲 請他簽名 你看到在1989年7月的時候 他提了堅持歷史獨立的尊嚴 是史學工作者唯一的責任這幾個字 我自己做了三十年的環基督教歷史的研究 這句話是我一直銘記於心的 為什麼今晚的題目會選擇做 過去和現在之間當代華人基督教史的書寫做題目呢 一方面其實歷史學這個學科 其實是一個過去和現在的學科來的 大一的時候買了一本書仔 叫《What is history》 裏面一句說話我一直是記住 他說歷史是什麼 歷史就是一個continuous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istorian and his facts and an ending dialogue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歷史學者和他所掌握的事實之間 一個持續的互動 一個永遠都不會終結的 一個過去和現在之間的對話 當時我猜我大一的時候 其實不能夠完全消化到這句說話 但我相信後來我其實是越來越深的體會 而另一個研究中的近代史著名的學者 Paul Cohen 他後來都這樣說 他說歷史是當時發生的事 過去的事 但歷史也都代表歷史學家現在 怎樣看待過去 怎樣理解和書寫歷史 三十年前我在神學院開始教教會歷史 特別是華人教歷史 每一次都跟同學說 歷史不單單是幫我們認識過去發生什麼事 我們去了解、理解過去的目的 是希望認識現在 我們都是帶著現在的問題 是為了現在的各種困惑 我們進入歷史的世界 很想梳理花一條路 過去到現在之間 條路怎樣走出來 一個脈絡、一個線索 所以我用了過去和現在之間 作為今晚講座的主題 而另一方面講座 我又說當代華人基督教士 居寫 作為一個副題 因為自從大學二年級開始 我就立志想研究中國近代基督教歷史 這本書 是我1985年在本部文社書展的時候買的 我當時就在書上面寫了幾個字 我說近幾個月來 我對全教士和近代中國這個課題 甚感興趣 我當時就突購此書 在85年9月的時候 在本部文社的時候 買了一本書 反正當時我真的很想 對中國基督教的歷史 是很感興趣 我84年開始在大學中大的校園裡面 是缺制了成... 那時候大學的團契流行 一個叫做學科和信仰的整合 一個這樣的口號 意思就是說 你讀大學生 所謂何時 上帝讓你讀這個學科 你主修這個學科 和你的信仰有什麼關係呢 我覺得很幸運 因為我讀歷史 很容易找到這個整合 就是教會歷史 那時候我認識了 在中大裡面的一位大師兄 他在讀博士 他是梁家麟 他是研究廣東的基督教教育 他啟發了我 走上這條 中國基督教師研究的不歸路 然後我還記得 當時在中大的Swindon 即現在沒有了 其實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當年的中大神聰書店的位置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現在的咖啡corner的位置 中大很多地方都轉來轉去 當年的神聰書店 就是今天的咖啡corner 都一樣 精神的食糧 還有土服的食糧 我就在那個視頻裡面 買了這本書 梁元生寫的 《林樂之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 當時聽說 這個是中文大學 最早一個的石書論文 是研究全教士在1974年 看之後很精彩 也都深受啟發 後來很幸運 回中大讀博士的時候 是梁元生教授收了我 我成為第一位的博士生 那個年頭 中學基督教歷史 還有一個很冷門的學科 很幸運 在中大有這些師長的啟發 覺得原來是誤道不辜 原來在前面已經有一些前輩走在條路上面 因為1987年我大學畢業 然後就留在學校裏面 跟歷史系的王二敏教授讀碩士 1989年的時候畢業 我找回這張卡 這張卡月台 是我1989年的時候寫給老師的一封 應該可能是聖誕卡 那樣的東西 我看回才知道 我真的不記得了 原來這張卡 老師說 是我想跟他講 我想去台灣跟他讀博士的 因為那時讀完碩士之後 老師就退休回台灣 我就覺得 沒有老師跟著怎麼辦 我說 不如來台灣跟著你讀博士 老師就很開心說你來 我說我很多書都給你用 繼續走下去 鼓勵我繼續去研究中國基督教史 跟他讀博士 那就 我不要記得 為什麼後來我沒有跟他 我不要記得 我懷疑可能是 那時拍拖 然後在1991年結婚 所以應該就可能不捨得來香港 結果就留在香港那裏 那就是 但無論如何都好 我猜 真是很幸運 我能夠跟了王二汶老師 後來 也決定在1992年的時候 回中大讀博士 當時是跟從梁研申教授和劉爾章教授 指導我 劉爾章教授今天在這裡 我們 向為此敬 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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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當時我研究民國時期 一些國民黨背景的 一些黨政軍的基督徒 我自己很幸運 我覺得我自己出道得早 我1993年 當時博士都未得業 就去了建道神學院教書 因為梁嘉倫當時 很想開一些關於基督教和中國的科目 所以 也是歷史人對完整數字的執著 我今年是神學教育 三十年 四十年入大學 然後三十年就開始教神學 而我之所以 頭身神學教育 坦白說 我是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所謂什麼 意象、呼召等等 完全是因為中學基督教歷史的緣故 完全是中學基督教歷史的緣故 我是入了神學院教書 也可以說是因為中學基督教史 是引領我進入神學教育的領域裡面 我經常都說 我其實是誤打誤撞去教神學 然後後來就是胡理胡圖 做了六年的神學院院長 在1995年的時候 我就正式開始研究 1949年之後 中國基督教的歷史 特別是三字運動 外國基督教運動的歷史 自此以後 我整個研究 就轉向了1949年之後的 當代中國 後來開展了 關於香港本地基督教歷史的研究 一直到現在 其實是 仍然是非常享受 很抱歉跟大家講了一段 這樣三十年的一個 自學之路 與其說我自己怎麼走上華人基督教史 的研究和教學書寫 倒不如說 其實我是被華人基督教的歷史 是捉住了我 遞住了我 如果說 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是重構 或者是再現過去 三十年來 我自己一直在過去和現在的拉扯裡 我參與在這個書寫裡 而我所指的當代的環境教史 不單單是研究的時限上 指向1949年之後的當代 也指向現在 在當下 如何進行歷史的書寫 其實回想1983年 當時我是入中大那一年 其實當時沒有聯招的 沒有聯招 所以呢 這個是 如果有印象都知道 那時候我們每天早上去買報紙對 對一下自己的考生編號 到底中大有沒有收我的 這個是1983年8月22號 華僑日報 我那個考生編號是7979 7979 很快對到我自己 很開心 不用看到後面這樣 當時我選擇的是 那個年代的香港 你很快要決定你想讀 港大還是中大 因為考不同的公開試 當時我選擇了 只可以考中大的 那個叫high level 高等程度會考 也可以這樣說 或者是因為我喜歡中大 所以我選擇了考high level 當時放網之後 最好成績是中市和西市 所以就 毫無疑問 當然入歷史系 收我的機會率是最高的 但坦白說 當時我對讀歷史都不知道什麼 我當時自己問自己的問題 說讀歷史 難道將來要教書 我怎樣教書 這樣 結果這句說話 就成為了我以後40年的一個寫照 不過當時我對於中大 是不是真的會收我 其實沒有把握 那時候是信心不夠 所以我當時 如果想中大不收我怎麼辦呢 我們當時考high level 中大不收只可以報樹人 所以我就報了樹人的新聞系 新聞系 也都新聞系 其實是收了我的 新聞系取錄了我 樹人很聰明 他早過中大通知我 也要我很快交這個劉委費 當時中大還沒有放榜 他應該交劉委費 其實我交了 我真的交了 因為我怕中大不收我 不知道怎麼辦 算好 那結果呢 當然人生沒有餘果 如果中大不收我的話 其實我應該入了樹人讀新聞 今天的新聞是明日的歷史 今天的新聞是明日的歷史 40年前 這兩個好像很偶然的因素 原來 有某種的關聯在裏面 新聞和歷史 一樣是對客觀 真實的追求 對真實的 真相的執著 當然我最後沒有做到記者 可能是一件好事都不定 不過不知道大家 近幾年 認識了很多記者的朋友 認識了很多記者的朋友 對他們的置業 對他們的工作 其實是深存敬意 因為每一個寫歷史的人 我們很重視原始資料 而原始資料 其中一定包括著新聞報道 原來我們都是在同一條的戰線上面 在同一條的戰線上面 我們都在現在 我們在記錄著過去 我們都在書寫著過去 所以在這裡 我知道在當中 有一班新聞界的朋友 再一次 大家都要向我們致敬 在今天的時代裏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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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 Goren 在他的回憶路 叫做走過兩片的路裏面 他指出了一個自歷史的人 為何同時走上過去和現在當前的路 他這樣說一個歷史學家 要懂得當今的語言 也要懂得過去的語言 我們就在這兩個語言裏面 在這裡遊走著 這個他說是自史自學最大的一個挑戰 而他這樣說 當時和現在的距離越遠 這個挑戰就越來越勒手 我對他這句說話有些補充 我覺得 其實當時和現在的距離 其實越近的話 其實那個挑戰會越大 特別我們去進行一個關於當代的書寫的時候 距離其實是分不開的 我們不是在研究先秦的歷史 徐唐的歷史 有一個很遠的距離 雖然都好像很難 但是你說研究近這十年 近這幾年的歷史很容易嗎 也都真的不是 我們覺得越來越勒手 但是我很同意Cowen最後所說 他說 跟這個挑戰角鬥 擁抱這個挑戰 深入去探索我們渴望了解這個神秘的過去 是會為我們帶來最大的滿足 我真的很感受到去書寫這段歷史的時候 那份的挑戰 那份勒手 也都在裡面得到很大的滿足 進入當代的歷史 在過去和現在之間在拉扯 也都面對一個很大的張力 第二段Cowen所引過的說話就是這樣說 當初親身經歷的歷史 跟後來重構的歷史很不同 經歷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預知結果的 我們都不知道最終會怎樣 然而重構歷史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曉結果 歷史學家就將精神放在理解上面 理解怎樣出現這個結果 但是當我們做當代史書寫研究的時候 我們發覺這個結果是否真的已經知曉呢 其實不是 我們沈子庫就在歷史發展進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參與裡面去記錄去書寫 怎樣去理解 怎樣去書寫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拉扯 和一個很大的挑戰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去講一下我自己 過去所做的一些研究 去說明這個 過去和現在之間的一個拉扯 這個是我八九年和九五年的碩士論文 和博士論文的封面來的 我八九年的碩士論文是研究 晚清那幫瑜生獨瑜家背景的基督徒 他們一些文化適應的問題 而博士研究 剛才講過民國時期 來國民黨背景的基督徒 他們怎樣去處理基督教救國的問題 其實這兩個題目背後是相關的 相關是一個身份認同的問題 基督教在中國的處境裡面 一直被視為外來的宗教 基督徒的身份和國人的身份之間 又矛盾又張力 一個奉教信奉了基督教的國人 怎樣整合兩種的身份 去建構中國基督徒的身份 這個是當時我自己最關心的問題 晚清的基督徒 他們處理傳統的儒家祭祖的問題 民國的基督徒處理 是社會重建的問題 由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 由文化的處境到舊國的處境 這個其實也是我 和那個過去的基督徒之間的對話和互動 而藉著梳理這段的歷史 我進入了歷史 亦都幫助我當下怎麼去做反省 其實我博士的時候選的題目 叫基督教救國 一定跟1989年是分不開的 我還很記得 89年的四到六月 一方面在寫著碩士論文 但是心一直沒有紀念著北京 那時候也要交另一份功課 我就選了五四的時期 基督教的救國主義作為一個主題 後來我89年那篇論文 其實我在自己一個字序裡是這樣寫的 身處今天的香港 做一個香港的中國基督徒 置身香港面對中國 我們可以怎樣面對回應思索 或者將來教會的歷史 就留給我們來寫 你現在看這句話 我自己有點無管動 其實就是 但是最後那句 我覺得仍然是我自己很深的感受 歷史都是由我們去書寫 由我們去書寫 六四之後其實 作為一個基督徒 真的很關心社會和信仰的關係 也當時聽到很多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 他們歸信了基督教 他們也主張基督教可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化 我自己也很想去歷史裡面疏理這種關係 所以博士論文就選擇了這個題目 剛才所說的文化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視為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社會處境 可以把它理解成為contextualization 處境化 我現在發覺 當年我對本色化和處境化這些研究 原來正正今天 甚囂塵上的討論 關於宗教的中國化 我覺得我們可以重新去本色化和處境化 去幫助我們去面對 或者去思考 現在所說的中國化是怎麼回事 所以早一陣子明報找我 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去說出我自己的看法 的確 基督教信仰怎麼面對時代的挑戰 這個的確是不容易的事情 在這裡我想起中大宗教系的吳李明老師 他很早寫那篇文章去幫助我們了解 什麼叫本色化 後來他也寫了一本書 《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 這本書其實對我影響很深 在這本書裡面 他通過研究幾位的基督徒 告訴我原來那幫基督徒 他覺得自己找到一個關於 拯救社會的基督教的答案 原來那個不是基督教的答案來的 講大了 他只不過是將一個世俗的基督教 一個世俗的救國模式 加一些基督教的元素上去 然後他指出基督教的意義 其實並不是能夠為我們提供 任何獨特的社會改革的途徑 而是在於每一個人 在參與社會的過程裡面 我們遇到的困難所提供的幫助 後來我自己越來越深深感受到他所說的 這個稱之為存在性的參與 在參與社會面對社會的時候 面對很多的困難 很多的挑戰 基督教可能不一定給我們什麼答案 但卻是成為一個 面對這些困難和挑戰的時候 一個的幫助 至少對我個人來說 一個力量的支持 到現在都是沒有忘記 接著我就進入1949年之後 中國基督教的研究 在1996年的時候 和梁家倫合寫了 《50年代三次運動》這本書 正式和49後的中國基督教歷史 結合了《不解之緣》 這本書裡面我疏理了 49到57年期間 三次運動的發展 然後再在這個基礎上面 選了幾個人物去做研究 包括了趙子晨 我最喜歡的一個中國神諾家 陳淑貴和毅托昇 當我做這些研究的時候 一直在問一個問題 這幫人在面對1949年的巨變的時候 在內心想著什麼 他們所做的回應是基於 宗教信仰的選擇 還是其實是一個政治的選擇 這個其實是我自己 直想解答的問題 實際上當時研究三次運動歷史 也都有現實的因素 因為1997年7月1日 香港就會結束殖民地的統治 成為一個特區 面對1997的主權移交 其實當時的香港社會 在80年代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震盪 特別六四之後 教會當時對1997後的宗教自由 有很多很多的擔心 問香港會不會重演1949之後 上海或者中國的那個狀況 特別是 是不是要面對三次 隔身三次愛國的道路 那時甚至乎香港有一個討論 叫做香港不要中是誰 大家正在猜中 誰是香港的不要中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是否真的可以通過歷史一邊 更加好的幫助我們認識呢 我從來沒有感受過 原來這麼多人在那個時候 這麼喜歡歷史 以史為鑑 原來真的有很大的吸引力 大家很想去了解當時中國教會發生的事情 目的是幫助我們在那個時候去面對1997 我當時很記得 我當時很記得 真的很努力的 在長洲的時候 你在長洲很開心 可以很專心做事 日以繼夜看那些三次的資料 加上當時中國相對開放 有些檔案是出版了 幫助我們可以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 去疏理這段的歷史 現在我看回這本五十年代的三次運動 這本書其實是寫得很粗的 不過作為一個第一本這樣去研究的書 也都在距離1997 還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出版 然後不到一年 半年就再版 這個可能是 我反映到當時 大家很想很想通過認識這段歷史去面對現在 後來再看Cohen的一本書 《歷史三調》 History in Three Keys 它裏面提及歷史是一個事件 一個 event 一個經驗 experience 歷史也是一個神話 一個 myth 我發覺原來自己都是從這三個角度去書寫歷史 三次運動 作為一個基督徒的反帝外國運動 是一件事件來的 我們怎樣在歷史的背景下 去理解這個事件 為何會出現呢 它為何會 怎樣演變呢 而參與在裏面的人 他們的心路歷程又是怎樣呢 有什麼因素 促使某些人會反對這個運動 有些人和這個運動合作 或者和這個運動合作的人 是不是都是一樣的呢 都是鐵板一塊的呢 原來發覺背後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經驗在後面 而更加重要的是 我發覺三次本身成為一個神話 一個已經被建構出來的神話 這個神話需要為現實去服務 有個博士生問我 為什麼這麼喜歡講Cohen這個三重歷史 我發覺我真的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 因為他很清楚地把這個 蓋和現在之間不同角度 怎樣去理解它呈現出來 這一切真的完全做一次要感謝 我當年的老師黃二敏教授 他一個很嚴謹的歷史學者 大家看一張照片 後面是他當時聯合歷史系的辦公室 全部都是書 全部都是資料 所以我看到老師這個背景 我覺得我其實都不是太差 他整理了很多歷史材料 他編很多史料 他對歷史資料那種嚴謹的態度 是我終身受用的 我經常形容我今天 都仍然是一個很忠誠的史料派 讓歷史的材料去說話 上網課的學生都知道 我有一份功課叫做史料報告 其實這個史料報告就是 很想大家去讀一些原始的資料 去解釋這些資料 當然我們對歷史資料的詮釋 仍然有不同的角度 但起碼我們能夠把基本的事實呈現出來 我們可能對不同的事件 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評價 但我們不能指鹿為馬 我們不可以改寫一些基本的史實 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某人 真實發生過事情是不可以否認的 當然有人會選擇遺忘 有人嘗試去改寫 而歷史學家的責任 我們就是要保存這些資料 要盡力去還原一個客觀的歷史 思想史也是黃耳敏老師的專長 當時上去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時候 學習如何進入一個歷史人物的思想世界 去介紹我們看史華詞的著作 解釋給我們看思想史的世界 就是一個人對他所身處處境的一個意識的反應 這個同於余英時先生寫的歷史與思想裏面所說的 內緣和內緣去解釋思想的演變 可以說是移曲同工 這個對我後來研究中國基督教人物的思想 可以說有很大的影響 而當我讀中國史學史的時候 亦都感受到那種古為金融的革命史學 就是一個神話 這個神話如何通過全職歷史去為現實服務 後來我很關心帝國主義 如何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一個史觀 如何形成這個史觀 又如何跟三治運動的正統神話去結合起來 這個其實不單單是歷史的問題 我們發覺仍然在今天我們所面對 所以原來大學本科的時候 已經訓練了我對歷史作為事件 作為經歷、作為神話的一種處理 當我去研究五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歷史的時候 現實的中國教會又在我面前出現 文革之後中港兩地的教會恢復互動交流 我八六年是第一次踏足足廣州 當時慕名就去到大馬站 一個很著名的廣州的家庭教會裏面 去見林伯 大家稱之為林伯 林彥高 他在五十年代的時候被打為反革命 八八年的時候我跟從教會去到廣州 探訪同一個中派當年是當地的老牧者和教會 後來才知道原來接待我們其中一個老人家 他正正就是五十年代廣州三治運動最重要的推動者 洪真佩牧師 在那個年代裏面 林彥高和洪真佩 兩個人做了完全不同相反的選擇 他們的人生走向了對立 我經常在想五十年代的他 如何再活在八十年代裏面 他如何重新去回望自己 在五十年代所選擇所走過的路 到了九三年的時候 入了建道仇學院教書 神學院當時也開展中國事工 很多機會是回到大陸裏面去探訪教會 神學院也和大學交流 有幸可以趕上到認識 當時親身參與過三治運動的人物的尾班車 當時他們還在生 1993年的時候 中國基督教協會訪問香港 沈以凡主教有演講 我想起沈以凡主教是我上海查資料的時候已經認識他 有機會後來在上海香港和他見面和他聊天 發覺在我面前的人 和我讀五十年代史料的人 是判若良人 到底五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的他 是否仍然是同一個的他 是時代變了還是他變了 還是仍然有些東西是沒有變 這些問題就是我當時面對著很多走過歷史的國內人的時候 我自己心裏的疑問 當時的香港教會也出現了對三治教會 和家庭教會不同的評價 到底五十年代的三治 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三治是否一樣 當時因為很多機會在中國那裡跑 也都對現實的中國教會的處境很感興趣 在問中國教會裡面的信徒 他在這樣的處境裡面 他們怎樣回應呢 我當時大學主修歷史 但我副修其實是政治及公共行政 我副修GPA 所以後來我借用了一些歷史學的一些概念 特別是周黨的全能主義政治 去幫助我從政教關係的角度去認識中國基督教的情況 在99年的時候我出版了一本的當代中國政教關係的書 也從此墊下了我對政教關係的興趣 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是否一樣呢 在這兩個不同的時代下面的三治是否一樣呢 這是歷史的變和歷史的常的問題來的 隨著時代的改變 三治的功能去的角色都會調整 但在變化裡面是否有些東西沒有變道呢 研究當代的中國一定回避不到政治 中共的宗教理論、宗教政策 黨國和愛國宗教團體之間的關係 三治作為一個愛國的基督教團體 又怎樣去處理和社會主義的關係 這些就是我去寫這本當代中國政教關係的書的時候 我想研究、想探討的問題 不過很有趣的是 其實這本書裡面所講的政教關係這個研究的框架 反過來不是真的受到我很多大學的時候讀的一些理論的啟發 反而是當時讀大學的時候 香港社會裡面親身因為九七過渡的時候 一場爭論而給我的一些提醒 不知道如果當時曾經經歷過八十年代的時候 大家對新韋詩這個名字應該是不會陌生的 當時我在《明報》寫了大量的一些文章 我們當時都覺得它應該是中方的寫作班子 我們當時猜是新華社 有些同學都聽我這麼說過 為什麼會猜新華社 因為新韋詩和新華社我們覺得是差不多的 但是當然啦 其實先韋詩和新華社 其實除了先是同音之外 其實都是不同音的 但是當時我們真的覺得 應該新韋詩不是一個人 是一幫人 是新華社的一幫人 他想將中方的觀點 特別是對《基本法》的觀點 去呈現出來 不過後來我們知道 原來新韋詩是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做馬力 他的名字叫馬力 也是民建聯當時創黨的一個成員 一個香港的傳統的左派 他曾經在1986年的時候 在《明報》寫了幾篇 關於《基本法》和宗教自由的文章 引起了當時香港教會很激烈的關注 因為批評香港教會政治化 所以他提出政教分離 他所理解的政教分離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結果當時 《基督徒》香港首網社 一個因為回應972成立的 一個基督徒的團體 他們在《明報》 是很努力地去寫文章 去回應《身為師》 指出我們怎樣去理解政教關係 其實我教書和寫書的時候 所講的政教關係的框架 正正就是來自《基督徒》首網社 政教關係可以理解成為 政治和宗教關係 政府和宗教關係 政府和教會的關係 以及教會和政治的關係 可以說這個政教關係的結 到今天仍然未解開 身為師式那種對政教分離的錯誤的理解 今天無論在華人教會 或者在中國的官方裏面 仍然是根深蒂固 我也都繼續用這個框架去思考 關於中國的政教關係的問題 在建道的時代 又從事研究又參與中國的事工 其實是面對很大的張力 當時的中國事工 我們會和教會交流 也都和神學院和教會 也都和大學去交流 看到整個中國在改變 特別是認識了不少 在中國大陸裏面 在大學裏面去研究 有中國基督教的一些學者的朋友 當時遊走在這兩個世界裏面 教會的世界和學術的世界裏面 有很深的感受 第一個感受是 會覺得 學術界的開放程度是比教會大 他們對很多問題的看法 是少包袱的 特別是對中國基督教的史觀 教會仍然堅持 基督教是被帝國主義 利用來侵略中國的史觀 一個文化侵略的史觀 但這個史觀在學術界裡面 幾乎已經被學術界 其實他們是拋棄了 他們就會問 為什麼教會的人 還覺得基督教是被帝國主義利用的呢 反過來學術界會放下這個包袱呢 可能這個正正就是三字的體制裡面 他們需要堅持這個這樣的神話 這個這樣的正統 當然 學術界的開放程度 亦都受宏觀的 當時的社會的氣氛影響 始終他們都不能夠有一些更加大的突破 而第二個的感受 是覺得 民國時期 中國基督圖的學術群體非常精彩 而相對於當下的中國 研究中國基督教的重心 不在教會裡面 不在神學院裡面 而在大學裡面 這個也出現了當時我們所說的 所謂文化基督徒的一個討論 而在這個時候 也都見證了中國的家庭教會 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的興起 有不少在大學裡面 任教的基督徒學者 他們出現了 當時作為一個研究者 我自己覺得自己是進入在裡面 又要提醒自己 要走出來 從一個歷史的脈絡裡面 去理解他們的變化 這種在裡面 又要在外面的視覺 不容易 但是自己覺得很興奮 又進去又出來 研究和事工的張力不單是內在 因為自己對三字運動的歷史 有不同的理解 跟當時官方的史觀其實有差異 當時開始受到批評 當時自己會覺得 學術上不同的觀點討論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感受到當時的批評已經是超越了學術 開始影響了在中國的事工 我記得有一次參與一個學術研討會 碰頭認識了一個在中國大陸裡面 某一間很重要的實學院的年輕老師 雙方介紹完之後 他知道我形複增之後 他當時說了一句話 我到現在還記得 他說 原來你就是喜歡做一些特別研究 特別研究的 當他在說這個特別研究的時候 配合他的面部的表情和語氣 其實很清楚他在說什麼 你就是喜歡做這些特別研究的形複增 然後有一年 當時見到這個院長張毛衛院長在北京訪問 在一次交流的時候 他竟然收到一個人遞了一份 關於我研究王明道的資料的批評 我必須要向已故的張毛衛院長表示致敬 他就將這批評我的資料交給我 讓我珍藏成為史料 是保存到現在 他從來沒有對我的研究作出任何的干預 任何的 叫我們不要再做一些研究 影響事工 實際上當時在教會裡面 已經有些中間人傳話 跟他說 我們這些研究 對中國的事工交流是不利的 暗示 如果你為了事工能夠有效的開展 你應該做一些合適的決定 即使我離開了建道之後 其實仍然有身邊的人 是建議我對世界的研究表示協議 以致可以方便中國事工的開展 坦白說我知道這些事工是有價值的 是有意義的 但是為了這些事工 在我的研究上去作出調整 甚至乎要作出協議 跟我共事的人都知道我的性格是比較隨和 無所謂 我太太有時會說我在某些地方是愛恨分明 我猜他其實是說我有時很固執的 但是我將他理解成為 他說我其實是有些事情會責善固執 的確這個可能正值就是我研究歷史的時候 所培養的堅持和固執 那份執著 2004年到2004年大家放心 那我就來到中文大學 回到武校在神學院裏教書 有一個獨立的神學院 去到大學體制下的神學院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適應 在20年前去考慮是否離開建道的時候 也是20年有一個整數 當時唯一的想法是在大學環境裏面 其實對自己的研究會有很大的幫助 亦都更加好能夠和中國大學的學術界對口 然後又可以維持神學院的身份 跟中國教會和神學院接觸 當時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 亦都為了尋求突破改變 所以當時決定離開了任教育11年 覺得很正很舒服的一個安舒區 由長兜搬到來馬尿水 在中大接近20年 一直最深於四九後的中國基督教研究 大學有很豐富的研究資源 當然也包括了很沉重的對研究和出版的壓力 但是這些資源的確能夠幫助到我 有機會去到中國大陸入面搜集資料 亦都開展了不同的研究 包括了醫療所列出來的研究 50年代的基督教項數運動 黃明道的文稿的整理 吳耀宗和黃明道對愛國愛教的不同看法 中國的宗教立法 福音廣播 公民社會和北京的基督教 香港的基督教墳場 六七暴動和香港的基督教 拆拆拆字架溫州的基督教 編射了吳耀宗的全集 當代基督徒的口述歷史 包括香港的改良主義者陳立喬醫生 而要參與了一些本地的堂會歷史的整理 回顧剛才所數的一些研究計劃 其實是深化了我對於當代中國基督教的歷史 這十九年間雖然面對學術界求生存的沉重壓力 但嘗試將這份壓力轉化成為對自己覺得有價值的研究 做一些有意義的研究的推動力 竟然走到現在可以退休呢 這是我真的很感恩的事情 毫無疑問 這個研究其實也是一個過去和現在之間的歷史書寫 我記得有一年在一個地方的檔案館裏面 有些同學聽我說過這個情況 查了一份已經公開的檔案 檔案的標題是幾個經常去教堂做禮拜的年青基督徒的情況 日期是1966年4月16日文革爆發前夕 這個檔案裏面的內容 是兩位的教目同工 將十個經常參與教會活動的年青信徒的言行摘錄下來 這十個有名有姓的青年信徒 在這個檔案裏面被形容為剝削階級的子女 宗教讀素狠心 思想反動 搞非法串連 而寫一些東西 報告這些東西是去教會的牧師和傳導人 我仍然很記得那天在檔案館裏面 讀到這兩份檔案的時候 那份的震撼 那份的震撼 就是 教會的牧師傳導 當時他們竟然寫了這些報告出來 在學術上我們稱這個叫做泛政治化的時代 全能政治 宗教都不能夠行免 但在學術的概念背後 我看到的是人性 真實的人性 六十年代的中國 牧師和信徒之間的關係 竟然可以被政治扭曲到這個地步 當時很有興趣想問這兩位牧者 在什麼情況下會寫這個報告 他們是否受壓力自保呢 或者我們可以形容那個是否一個平庸的邪惡 當時我問自己 如果逆境如此 我會在1966年的時候 我會做什麼的選擇 我是好像他們那樣寫報告 因為我堅持不寫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當然我可以很誇口的話 我一定不會這樣做的 但是真實活在那個年代 其實自己會做什麼選擇呢 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 我們是不知道的 研究歷史這麼多年 很感受到外在的環境 對個人的制約 有人會認為歷史是必然的 人面對這樣的處境的時候 就必然會作出那種反應 不過如果我們拒絕接受這種歷史的命定論的時候 在一個集體的制約裡面 個體要怎樣回應呢 我們是否真的有沒有選擇的選擇呢 是什麼的因素 促使到面對相同的處境的人 竟然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和回應呢 這是歷史的必然 還是偶然呢 這是我自己一直在問的問題 其實人在關鍵的時候做的選擇 就反映了是一個什麼的人 這個是很真實的人性 但也可以是很殘酷的人性 想起自己曾經認識一位很多年來的老牧師 認識他的時候是一個很慈祥的老牧師 很喜歡歷史的老牧師 但當我再讀回50年代的歷史材料的時候 發覺原來他在50年代 曾經在神學院裡面 是一個非常進步的學生 他參與了很多很多很進步的行動 跟他熟了之後呢 嘗試漏去講這段的歷史 他承認自己當時是積極力量 是積極力量 不過看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後 他卻為自己選擇了另一個的人生 去了另一個不同的方向 50年代的中國基督教在革命時代下面的發展 的確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選擇 我很記得在2019年的時候 當時辦了一個課程 就是探討50年代的 不同中國基督教的人物所做的不同的選擇 當時我曾經寫了一段說話 我這樣寫為1949年的他 如果活在現在 他會做相同的選擇嗎 2019年的你 如果活在過去 又有不同的漢見嗎 在歷史背後是謊言還是真理 人性的背後是罪性還是良知 信仰背後是黑暗還是光明呢 這是2019年的時候所寫的 完全沒有想過 原來一場巨大的歷史變革 已經在那一年 是超超的醞釀 書寫50年代的歷史 多少掌握了一些往後的結果 成為了我們去判斷歷史 我們就是活在歷史裏面 我們不知道結果會怎樣 但我們需要回應 需要選擇 也都參與在歷史裏面 真實的經歷 生命裏面 不可以承受的重和輕 可以說九十年代到二千年 這十年 中國雖然有很多的限制 但我們卻是真實的見到民間的變化 見到民間的生氣 進入田野裏面 大家看到我的照片 我竟然找出來 我覺得自己當時挺有型的 進入田野裏面 真實體會到處境裏面的基督徒 無論是三字的體制 或者三字之外 他們都努力嘗試去拓展空間 每一次做田野或者訪談的時候 都有新的發現 發現三字或者家庭 其實都不是鐵板一塊 另一方面也都很幸運 自己可以和一些五十年代的見證人 他們的後代能夠接觸 不許黃明道的兒子 楊少堂的兒子 吳耀宗的兒子 江文漢的兒子 趙子晨的兒子 陳宗貴的女兒 甚至仍然可以爭取 和某些第一代的人去訪談 了解那段的歷史 這個我相信是走過那個年代裏面 能夠參與書寫歷史 給我最大的滿足 現在這些人物都已經作故了 能夠當時和我們接觸是一個很大的幸運 後來都見證著中國政教關係的變化 包括了新興的城市家庭教會的出現 我很記得有一次在北京的時候 有個牧師帶我去出席這個聚會 然後告訴我 這次他們第一次家庭教會 由分散的團契整合成一個聚會 遭用了商業大廈的寫字樓的聚會 原來我才發現 我竟然見證著一個歷史的發生 也目睹著家庭教會爭取他們的聚會 空間而進行戶外崇拜的抗爭 甚至乎 溫走三字的教會 反對強拆十字架 這些不單單成為我自己研究的題目 也都有機會跟當事人去訪談 親自進入歷史的現場 在歷史仍然進行的現在去書寫去記錄 還在發生著的過去 我承認在書寫這時候 我和書寫研究的對象之間 包括了那些受著各種限制 但仍然忠於所信的信徒 為了信仰而承受各種壓力的信徒 目睹被拆下的十字架 一些失去了自由的目者 我研究書寫他們的時候 我和他們之間 發生了非常緊密的關係 情感的連結 我深深體會到士徒保羅所說的 我們不單單跟喜樂的人同樂 亦都是跟哀哭的人同哭 我想起美國的杜克大學任教的年希教授 在1997年寫的一本書叫做 《傳教士的改變》 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 這本書告訴我們 我聽過研究後美的傳教士 經常都關心的是西方來華的傳教士 他們帶著西方的文明 如何改變中國 但實際上傳教士來到中國 他們都會被中國改變 他們會被中國改變 我發覺原來我在研究書寫的過程中 我都被中國改變了 當然改變我的不是自上而下的體制 改變我的是活在底層的信徒 還很記得寫碩士論文的時候 研究的就是很多晚清的時候 名不經傳的信徒 那時候真真感受到中國教會的主體是基督徒 是基督徒 所以無論他們參加的是什麼類型的教會 三字的教會 家庭的教會 他們才是中國教會的主體 亦都是這些民間的信徒告訴我 信仰在他們生命中的重要 我老海會想起 我看到那幫北京的文工的信徒 我想起在雲南所接觸的妙族的信徒 老族的信徒 他們所唱的讚美思歌的歌聲 我也想起一個在湖南的鄉村教會中 我講完道之後 他以我為他祈禱的婦女 那次的經歷對我很大的震撼 那位婦女她腰骨又痛 她想我跟她祈禱 當時我為她祈禱說 如果她能夠得到醫治 就得到醫治 如果你看完醫生都醫治不好的時候 求主是給她信心 給她勇氣去面對 當她聽到我這樣的祈禱之後 她馬上大喊一句 和優的醫治 和優的醫治 意思是什麼呢 她不滿意我的祈禱 我的祈禱好像假設了 如果得不到醫治 上帝給她信心 給她盼望 但她說我要的是醫治 我要的是醫治 這些信徒的經驗 讓我重新反思信仰是怎麼回事 也都告訴我 我們不是從外在的體制去界定他們的身份 他們的相信弱化成為什麼 因為他們窮才信耶穌 因為他們有病才信耶穌 這些這樣的解說 沒錯他們仍然活在真實的時空裏面 他們受到宏觀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的制約 他們在實踐使命的時候 仍然有很多的掙扎 這些的掙扎打動了我 也都成為了我繼續要書寫他們故事的動力 也都拒絕去接受任何的意識形態 加在他們身上的神話 我要讓更加多的人聽到真實的中國基督徒的聲音 他們的發聲不是一個抽象的宣傳 我發覺不是我嘗試藉著歷史的書寫去改變什麼 而是我在書寫的時候 我已經被這幫草根的基督徒民間的信徒改變了我 台灣的吳介明老師曾經寫過一本書 叫第三種的中國想像 他說好多人喜歡第一種的想像是沒有批判的擁抱中國 中國有很多機會 有一種人他們沒有差別的批判中國 中國充滿威脅 他提出第三種的中國想像 分辨政權和社會 統治的精英和民間的大眾 我們要進入中國的脈絡入面 在民間入面去認識中國 去發現中國 我發覺這個也是我自己這麼多年來 所持守的信念 也都在這個信念入面 我一直嘗試進入兩種不同層面的歷史書寫 在過去書寫歷史 在現在藉著書寫歷史去參與歷史 我想起陳方正教授 去回顧余英時先生的時候 所寫的兩個世界 一個是余先生的學術研究的世界 一個是現實批判的世界 這兩個世界好像是獨立 但也都是有關係的 他所描述 有很微妙的互動 余英時先生正正是游走在這兩個世界裡的人 也都滿足了他自己所界定的知識人 一個知識人是超越了知識專業 也都願意對國家 對社會 對文化有一種的關切感 余先生的學問為人 我當然不敢跟他比較 但一開始 對他的著作深受影響 我自己發覺自己從學術研究的進路 去認識當代的中國基督教 也會逐漸將自己 引入了對現實的中國教會的處境 的關注 也都由此對宗教信仰自由 產生了對現實世界的批判 一直提醒自己 我對現實任何的批判 都要建基在學術的基礎上面 也都持開放的態度 作出自我的修正 正如余先生所講的說話 他說 我對於自己所思所想 只能看作是一種 可以不斷修改的價值系統 而不是人人必須接受的真理 余先生始終忠於自己所相信的價值系統 我們見到他對現實世界的批判的時候 他實際上仍然持守著他所相信的價值 當然這一方面也都面對著 越來越多的批評 除了當代的中國基督教研究之外 我也都進入了香港基督教的研究和書寫 更加感受到蓋和現在之間的連結和拉扯 香港的基督教的發展和宏觀的歷史不可以分割 沒錯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 但是中國的因素一直影響著香港 我自己很想一直發現 到底中國的因素和香港的因素 怎樣去影響著整個香港基督教的發展 無論是四九前或者是四九後 從殖民地的時代到特區的時代 基督教怎樣在變和不變入面去發展 由第一次的回歸到二次的回歸 會不會出現對殖民地時代 香港歷史的再傳釋 這個一定會牽涉到對香港基督教歷史的評價 而這個對歷史的再評價 又一定會牽動著影響著現在我們的狀況 我看回歷史的時候 我發覺在二十世紀的時候 中國教會歷史 無論是二十年代的飛機運動 或者五十年代的控訴運動 針對基督教和帝國主義的控訴 就是通過對歷史的再傳釋 去實現某種政治現實的批鬥 回顧香港的歷史 唯一一次對基督教的指控 將基督教指控為殖民主義奴化工具 是六七暴動的時候 這個完全是配合著當時本地的左派 反英抗暴的政治鬥爭的策略 我在想如果未來需要對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歷史 進行再傳釋的話 這樣基督宗教很容易會再成為批鬥殖民主義的戰靶 沒錯我們現在仍然身在此山中 在變化裏面我們無所適從 如何繼續去書寫香港基督教歷史 既是對過去的重構 亦都是對現在 我們所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 記得早年從事當代中國基督教研究的時候 曾經跟中國大陸的學術界朋友這樣說 說其實最適合研究這些課題應該是你們 不過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 1949年之後的中國基督教史的書寫 有很多的限制 既然是這樣就交給在香港的我們做 我期望有一天 你們可以更加積極的投入 到時候研究的重心就可以回歸中國 沒錯一直以來香港成為了研究中國的重要前哨 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成為了很多學者研究生的朝聖之地 我相信對中國當代基督教的研究也是這樣 早年趙天恩牧師在香港成立中國教會研究中心 他的著作、藏書、紅衛文是啟蒙 亦都引育了我的很重要的資源 今日退休在職 回望過去所走的路 如果過去在當代的華人基督教研究裡面 曾經有一些貢獻的話 我必須要感謝這一片的土地 曾經擁有的獨特的多元和自由的空間 可以讓我去書寫中國基督徒的歷史和他們的掙扎 不過歷史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主義 近幾年越來越體會到中國大陸研究者 和昔日我所研究的對象 他們的生存狀況 世界改變了 不再是我去書寫他們 而是我們自己也都成為被書寫的對象 過去和現在之間變得越來越模糊 有時覺得自己好像進了一條時光隧道 穿越古今 不記得自己到底現在身在何處 在什麼的年代 我記得有一年在上海參與一個學術研討會 一位熟悉的學術界朋友私下跟我說 他說我們都認識一位共同的教會的朋友 去託他跟我說這番的說話 他說在研究會上他不會跟我打招呼 他要避開跟我接觸 因為跟我的接觸他會受到批評 所以他這次只能夠切法的迴避 情非不已希望我能夠理解 慢慢想不到的是 現在我越來越代入這個朋友的角色裏面 想回民國的時候 想回民國的時候的基督徒知識分子 他的名字叫王智深 他在四零年的時候出版了中國基督教史綱這本書 但這本書在五零到五一年 基督教出版開幕的審查裏面 被批評為帝國主義分子宣傳反共反訴的讀數 審查結果雖然只需要修改 但王智深在五二年公開作出嚴厲的自我批判 他指自己經過不斷的訴讀、控訴、檢討、學習之後 承認自己思想麻痺犯了極大的錯誤 他要求所有持有這本書的同道們 不容情地將這本書燒毀 免得這個思想上的讀數流傳下去 自己都有寫書很難想像 如果我又要作出這個呼籲的時候 在座當中有我的書的人請你把它燒掉 幾年之後1957年 王智深嘗試用筆名而忘寫文章 為1949年前的中國基督教自立運動 作一個客觀的評價 他指出沒有在49年的新三字很重要 不過我們不要忘記49年前的自立運動 其實仍然是有他的努力、有他的功效 他的觀點沒有否定到新中國的三字運動 但仍然被批評說他混淆了問題的本質 沒有立場 根本沒有所謂新舊的三字 只有真和假的三字 49後那個是真的 49前那個是假的 自此以後王智深 就再沒有留下任何的文字 直至到1968年文革期間 鎮現離世 每一次讀這位自始者的前輩 他的經歷都會令我很大的怨識 在今天此時此刻 如何繼續在現在書寫過去 正正面對著這種現實的拉扯和張力 無所適從 紀錄片 之前 尚未延長的導演說自己的歷史要自己寫 華語權要自己爭取回禮 的確 歷史還需要有人去寫 所以退休之後我自己希望我的餘生可以放下一些身份 也要學習不再執著 記住某一些身份的過去 哪怕這個過去曾經有多少的榮辱或者得失 我只想回歸一個最基本的身份 是一個書寫歷史的角色 繼續去執著對歷史的書寫 在現在去重現過去 上個我課的同學都知道我很喜歡的神學家是誰 趙子晨 1950年7月的時候他寫了一番說話令我很大的感觸 他說大概話以說盡 此而我不必再寫關於中國教會改革理論文字 心勞力絕 休思重重 從今以後必須促身隨主 服從上帝的聖命 以忠我的餘廉 每一次讀到他這段文字的時候都感到非常紮心 是什麼境況要去寫下的文字 在29年之後1979年 他寫給德國的神學家古愛華的一封信裡面 他這樣形容自己 他說我不曾是一個真正的神學家 I have not been a true theologian 我沒有負起應該屬於我的淡子 I have not been bare the burden that should be mine 我曾經在課堂上稱趙子神是一個被革命DQ的神學家 讀他的晚年有很大的遺憾 當然我沒有辦法跟小神匹配 但我仍然回望我自己的人生的時候 我希望日後我不會說出 我不曾是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 我不曾是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 我未曾扶起屬於我的淡子一番的說話 我希望退休之後可以促身隨主 以書寫歷史作為置業 以忠我的餘廉 回到40年前結束了 當時在中大圖書館讀了李兒先生所編的 《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 認識了文革後的傷痕文學 當時最喜歡讀的一個傷痕文學是白華的苦戀 《白華的苦戀》 讀過苦戀的都知道苦戀是一個畫家 他的名字叫《苦戀》 但書裡面也有另一個歷史學家的角色吸引著我 74歲的老研究員馮漢昇 他兩個人在逃亡的時候相遇 當時馮漢昇問凌晨光說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落到這個田地要逃亡 他說我是為了愛情 凌晨當時問你這個老人家有什麼愛情 愛誰 然後在他的腰間裡拿了一筆手稿出來 跟他說歷史 一部真實的歷史 為了不讓他被強姦 我落到今天的田地 他說這本書在一百年來是拿不到出去的 但是幾百年之後 如果考國家在骨頭那裡掘出來 發現這個手稿 我希望他們看完這個手稿之後說 1976年的中國有一個這樣誠實的老頭子 真是奇蹟了 然後兩個人就沉默了 讀過苦戀都知道這個書名 其實是出著男主角的女兒對她父親的孝文 你愛我們這個國家 苦苦的流亂這個國家 可是這個國家愛你嗎 實際上書裡面也穿插了另一個苦戀的故事 穿插了另一個苦戀的故事 是一個歷史學者對真實歷史的苦戀 對真實歷史的苦戀 白華的苦戀雖然是文學的創作 但卻是將那個動蕩時代的集體創商寫出來 苦戀呈現了兩個現實世界的糾結 凌晨光去對國家的苦戀 奉漢星去對歷史的苦戀 最後以人和文號做敲問結束 坦白說過去和現在之間 書寫著當代環基督教的歷史 也是我的苦戀 結束的時候 做一次感謝一直支持我的家人 特別是我太太 希望在退休之後可以離譜很多的虧欠 還有很多東西來支持我 關心我的今晚大家出席這個講座 我很感動 熟悉我的人估計我會用趙子臣做結束 原來我的確有這個假算 不過後來決定退休搞搞新意思 我就會用王傑的 睡明浪子心的歌詞 是做結束 我打算讀出來 大家拍什麼場 歌詞是潘元良所填的 最後一段我也很有意思 最後一段我也很有意思 大家有絕虐待自己的精神 好 試一下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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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我們站一起來給一些掌聲 谢谢大家 各位请坐 没有估到你这么结束 真是笑中带累下 苦恋都是我当年看的小说 黄杰都是很喜欢的歌手 都是同时代人 很感谢福曾老师 给了一个这么丰富的 将他这一生对中国华人基督教史的研究 结合了他自己的经历 结合了他自己的价值和他的信念 然后将他很完整地呈愿出来 我听完之后 第一件事就觉得 第一件事要将这一万四千字 快点改写成为一个 改写成为一本更加完整的书 我相信会非常精彩 我们接着下来还有很充分的时间 让大家分享 刚才飞登老师有提及到 就是他自己的博士伦敏的老师都在 其实今天我想有很多他自己的学生 都在我们中间 包括很多他自己的研究生 所以我想在开放给大家提问之前 我先请其中一位的研究生 胡青森 来分享几句他自己对老师的感受 我们给点掌声 青森 大家好 我是青森 我是2008年来到香港 读基督教文化研究 碩士的 之后呢 也是迎老师的 PhD学生 在他手下都已经读了很多年的书 其实我当年来到神学院 来读书的原因 其实就是为了跟随 研究授来读中国基督教诗的 因为我本身 我本身读了很多的历史 在我十几年的和他相处的时间中间 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真的 都是与他所讲 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因为可能是他教过学生中间最麻烦的一个 但是他一直都很包容 那其实听完今天 刘教授说了之后呢 其实我想有三样东西 是echo回我第一年 在神学院上他的课的时候 一些回忆 第一样东西就是 上他的课第一课 大家都会知道 他第一样会提醒你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不可以写错他的姓 因为常常有人把他的姓氏写错 那其实这个也会反映到就是他很严谨 和很坚持的那一面 那其实 那其实呢 我想当年那一科 中国基督教士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史学上面的启蒙 那这件事呢 就正如他刚才所讲的 就是他的功课 史料的分析 那这件事呢 是令到我们呢 学习最基础的一件事 就是对于史料的尊重 一个字一个字 很认真地根据他的context 去研究这一份史料 究竟他讲的是什么 那所以呢 其实这件事都影响多了我今天 不单是对于史料 而是对于所有的文本的 一生第一手的一个尊重 那就很sorry 就是对于老师来说 因为我今天已经不是一个 历史学的研究的学者了 我转行做了一个更加危险的工作 就是记者 但是当年 刘教授的对于文本 对于史料的尊重 那种的研究 到今天都影响着我的工作 那第二件事呢 是在我们的 生生的见面会上面 那我们所有人都要分享一些 说话 我记得我当时说 我是大学读历史的时候 曾经有师兄跟我说 读历史的人 见到的世界是灰色的 尤其是读古代史的人 因为读的全部都是 是古代的权谋 历史当中很多时间 你见到的都是人性的优硬 那其实如果你看回 研教授的研究 无论是盟国50年代的三自隔身 政教关系 还是到了新生家庭教会 温州刷实自家 直到当日 今天是香港教会 你都会见到很多历史中间 黑暗的一面 人性黑暗的一面 那我一直都在想 是什么可以令到研教授 一直都坚持着一个初心呢 其实我这里可以送另外一个 完整的数字给你 就是89年到19年 因为这个是当下我们香港 民运影响最大的这三十年 也正正好 就是营教授的黄金的三十年 所以我们都见到 在这三十年中间 可能不单是营教授 很多人他们研究 或者他们工作 都是出于一个的志愿 他才明白到 在历史的大浪潮中间 我们是怎样去安身立命 他怎样找到自身的认同 和身于人世这份的使命 所以我们见到很多时候的研究副话题 都是与基督教救国社会改良等等的话题有关 其实都是指向于当下 我们怎样做一个有责任的更好的人 所以我想是因为那样一份的使命感 和对于历史一份的诚实 才能够承担和探究 历史中间那种人性的复杂 也都不比这种黑暗的事 第三个东西也是他的中国基督教师的第一课 那时候他很喜欢举个例子 说什么是历史呢 他的巨龙应台曾经写过的 一个沙漠玫瑰的故事 这个故事我这里不讲的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 但这个故事他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历史他研究的不是why 他研究为什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 他研究的是how 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而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间 对于历史的研究 是会令到你伸出对于今天当下的一份情义 因为无论当下多丑陋 多悲哀 多凄凄凌 他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盈教授 他是一个很有血有血的学者和教育者 正正是对于当下对于历史的一份情义 我想对于神学院的学生来说 他也对盈教授可能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14年 九二八他写了催泪弹的照片 还有呢 之后在公共场所 和Facebook 他的研究简于研说 也因为这个原因 他是没办法再回到大陆 我记住他滋爱的研究 还有跟上海大湖村的小龙包 说再见了 所以我们很想对于很多人来说 做一个学者不应该做任何事 是take risk自己的学熟的研究生涯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听到他的演讲 我们会明白到这份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 也都明白到这份的情义 真正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学者 应该有个坚持和专业 那如果令到我们形容 刑教授是一个怎样的学者 有一个画面我今天都是记得的 就是在14年九二八之后 那时候全港的大专业后 都开始罢货 当时的神学院都是给了老师的自主权 可以选择罢货或者继续上课的 当时刑教授就是选择了继续上课 但是不会计缺席的 那为什么这件事我记得这么深刻呢 因为当时我是那个科的助教 所以其实我挺不开心的 因为那天之后还要回学校 但是那天他并没有跟课纲上课 他立刻拆了课纲 题目叫做基督教育学生运动 他以他的史学的专业 他的教学来回应这个时刻 这个就是他对于这个时势 对于当下他所进度的责任 那最后我想趁着这个机会 是问刑校教授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呢 是我们基督徒经常都说 上帝是参与在历史中间 会介入历史的上帝 那我想基督徒到了今天当下 是特别有一种的质疑 或者盼望 希望见到上帝会介入的历史 那我想做你作为一个历史人 是怎样去看上帝介入历史 这件事 那第二件事就是很实际的 就是留下当下的有体制内 要完成很重的学术 功课的一些的学者 还有也都有普通的新闻工作者 更加有大量的普通人 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间 可以怎样终于真实去书写自己的历史 多谢 好 很多谢清心的动人的分享 我想请福征回应这两个问题 好 多谢清心 看着他一直成长 真的很感恩 两个问题 其实两个问题都死火了 真的年纪大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什么 上帝没错了 真的要退休 脑退化 我其实一直以来 这个是我的信念 上帝一定是长官历史 上帝一定在历史里面 但是我有时想和我说 其实我们很难去判别到 分辨到 这个难处在于 其实我很怕我去说的时候 会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是假借了上帝的那把喉 去说上帝现在如何在历史里面 上帝叫我怎样做 上帝叫我要怎样做 就是网清了上帝的旨意或名字 这是我自己一直在提醒自己 不可以这样做的 当然了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怎样在一个这么分乱的世代 去发现上帝呢 我相信其实和第二个问题 其实也有关 还可以怎样做 而我们所做的事和信仰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想起 我很喜欢一个作家 维埃尔 一个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 也是后来拿了诺佩尔的和平奖 大家都了解到一个 犹太人的民族经历大屠杀 他们同样在问上帝 你怎样不做事 上帝你在哪里 在大屠杀 在集中营里面 当时他也是一样去问这个问题 他当时的回答是 他说其实在责任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回应 That is response in responsibility 在责任里面就是我们的回应 上帝其实就是要求我们 即使在一个这样的世代 或者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 找到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责任 不同的岗位 我们仍然希望 可能我们都做不到 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 我们可以尽到的责任 这个责任是我们的回应 亦都在这个回应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 或者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个世代里面 藉着大家的爱 藉着大家的信心和盼望 其实可以让人同时可以看到上帝 我相信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 我们唯一可以有的 我相信就是盼望 的确看历史 其实看到很多阴暗的一面 很多人性不理想丑陋的一面 但是其实在里面 亦都可以同时看到 一些很真实 很有信心的人 可能他们 反而有时不是真的一些大人物 有时那些大人物 可能最早会变成了 有时 反而我自己读 看文革的历史的时候 很感动 很多无名的信徒 其实他们就在那个年代 把信仰能够守住 那我估计可能是一些事情 不一定可以做到的时候 我们的坚守 那个持守 都可能是上帝月我们学习的功课 好 我们现在开放给大家问问题 大家可以随便举授 分享你的感受 提出问题 可以讲讲你和福曾老师的交往 都可以 有没有朋友想 大家都太感动 哈哈 要方便的话可以简单介绍我们自己 谢谢 刑福曾老师 你好 我是阿峰 其实我看过你的书 但是我没有上过你的课 但我有个问题 刚才你提到 历史是要求真相 拒绝被遗亡 拒绝被扭曲 我很赞同很认同 我有个疑问就是 特别是当代史 好像已经自己在历史里面的时候 你写历史的时候 如何考虑伦理这个问题呢 尤其有时我们讲真话 不单是讲真话的人要付代价 有时是被书写被报导的人 可能对他们都会带来一些风险 不知对这种涉及其他人的情况 你是怎样去衡量或者考虑呢 是我的问题 多谢 多谢你的问题 一个好的问题 的确这个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不希望 我们写了它的东西 是令它置在一个风险里面 这个也是我自己一直提醒自己的 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可能我们到现在可能都暂时写不到出来 它可能讲了 也可能有些地方我们访问了它的时候 它同意我们去使用 不过可能是需要匿名去处理 这个也是学术界一个比较接受的一种做法 事实上我有些书里面的Food Note都是一个匿名访谈的记录 事实上很多人甚至我们不能公开冥谢他们 因为他们的名字不能被说出来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很不理想的状况 但是现实如此我们只能够平衡到 总之这个大前提我非常同意 我们绝对是不可以因为为了自己的所谓的成就 或者任何的东西而是犧牲了一些信任我们的人 因为他们接受我们的访问 或者是给我们一些资料 其实可能是很信任我们的 我们需要很有智慧地去使用它 或者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将它能够表达出来 然后再来一遍 有没有其他同学朋友有问题 那边 那边 好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想问一问 就是 面对 香港现在的处境 我觉得在某些资料的保存或新闻的发放 好像有两个按钮是按错了 第一就是很多新闻或资讯是被删除了 这个删除的比例我不知道多少 不过我估计是有的,一定有的 第二个层面就是 删除键是捞乱了 即是删除键,假设删除了40% 剩下的60%,当然这个是假设 剩下的60%,那个次序 应该重要的东西就可能不会放在重要的位置 不重要的东西就会放在前面 甚至一些不需要被留意的都会主动提到前面 这些是现在的现象 其实也会影响你刚才提及的那个史料 那个史料其实当你拿到一叠所谓的缺乎史料 那你怎样分辨或怎样分辨它们的价值 以至在历史的层面 原来一单完全不见经转的 细微细眼的资料 是成为了当时的现象 因为我也看过一些书是 譬如《我们是为了信仰》 是一些不见经转的基督徒存在了 在中国的历史里面 当时我看这本书是令我流泪的 我不知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地存在了一些这样的人 也都好像希伯来书说 他们不应活在世上的 但是我觉得 正正就是这些基督徒 或者刚才你也提到的 就是正正这些民间的基督徒 教我们怎样去作为一个评讯 和怎样去保护或者保守这些资料 或者保守这个心怀呢 我估计 譬如我们现在看回当年的人民日报 你也知道当年的人民日报 可能只是 不全面或者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去记录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那我估计 一方面我们就可能会是 起码at least我们知道 官方当时想我们知道些什么 就是他不想 他只是用一个什么的资讯 在公共的媒体上面去呈现 那个是一个怎样的资讯 那么我们起码可以了解到这一个角度 或者刚才所说的 可能这个就是他们尝试所建构的那个神话 那个神话 然后我估计可能 变成了历史学家 或者历史研究 我们一定希望能够 搜集不同的资料 那些资料既是公开 亦都可能包括了 当然我们其实 我们觉得有些很重要 譬如历史档案 就是政府的档案 这个其实是很受到大环境的限制 就是随着政府是否愿意开放那些档案 在一个什么情况下他们会开放出来 那我自己过去其实有幸曾经 就是见证过一段时间是相对开放一点点 然后我们可以在那些已经开放了一点点的部分里面 其实可能已经发觉 原来在里面说了这么多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东西 或者是那些里面的情况 但是当然我们都理解到现在可能 就是我跟大陆里面的朋友跟我说 现在过去看到的已经已经没有了 以前在catalog那里查到 现在其实已经连这catalog也查不到 已经又收回了 那我估计只能够是希望的是 起码能够保存下来先 就是保存下来 我们希望不知道等多少年 就是那批被保存下来的档案 是可以被公开的 就是以致到可以让我们能够是 藉着再研究那些档案 我们可以再深入一些了解一边的情况 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 有时候可能我死过来 我自己觉得有些我现在都看不到的了 只能够留给下一代的人 希望将来是 直至我们是看到那一天可以看到的档案 除了刚才我说的档案或者其他东西 都好像是很官方 其实现在都很重视很多民间不同的材料 而这个民间的材料其实也很在乎 其实是大家一起去将它 记录下来 保存下来 就是 书写它 我相信这个其实是 你现在 有时候可能真的不知道的 有时候我自己 其实有人给了一份东西 我看原来是当时的某一个人 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 我看完之后发现很精彩 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写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这份东西可以 有一天会转到某一个历史学家手上 然后我可以通过那份东西 然后可以让我看穿了一些东西 我觉得是一块块的东西能够贯穿起来的 我猜大家都可以做那个人的 就是 你自己将你所见到的东西 你自己将它写下 保存下来 不一定公开出版的 就是起码可以保存下来 交给你的下一代 子宣宣 可能将它传承下去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很有价值的 日记也是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不写日记 但现在大家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社交媒体 都会记录了很多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估计日后 我估计在那几十年的人 重新想了解这个时代 其实我相信 可能公开的一些报章 可能只是帮我们 刚才所说的 在呈现那个角度 但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角度 去帮我们找出来 而也补充了最后一点 就是口述历史 仍然我们觉得是很珍贵的 虽然我们知道口述历史有很多限制 但是我自己在过去访谈的时候 都觉得仍然是 我们可以很小心地去处理 但也可以通过那些访谈 可以拿到很多当事人的经验 他的经历 然后借着那些经历 帮我们去贯穿整个事件出来 OK 这里有一位 等一下我先拆一拆 我想问一个问题 接着先给大家问 我也知道福生老师是 非常投入去教学 然后放了很多时间在学生身上 其实他今天在讲拖之前 今天下午才带了一批学生去走墳墙 五点钟才回来 我们都知道你做了很多年的神学院院长 其实我想了解一下 其实你自己在神学院任教这么多年 又 而中大神学院出了名就是自由开放 其实我想在这个机会上 可以讲一下你们从事神学教育的一些理念 和我们分享一下 有机会在这个时候 多谢你给我们 收生一下我们 很快又要收生一下 多谢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突然之间 我以为退休可以忘记这些东西 不再需要扮演这个角色 去讲一些东西 已经提早进入了退休模式 我猜是 我猜神学院其实是 我没有做了很多年 我做了六年而已 那就是 自由开放 我猜看我们怎么理解 其实很多人对自由这个字 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很负面 但是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其实那个自由是 代表我们其实是一种的包容 或者是一种尊重 我们会容许不同的声音 或者容许不同的看法在里面 以至到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尊重 这个其实也符合大学的空间和环境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一个 多元开放的环境里去追求真相 或者追求真理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牵卑下来 去肯定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拥有真理 我估计我们整个教育院里面 崇基都是希望能够教导学生 去学习这种的态度 这种求真的态度 当然正正因为可能我们会容许一些 可能是我们叫做弱势的声音 或者一些可能是非主流的声音 在我们的舱园 在空间里面出现的时候 也都是这种声音 可能会引起一些人听了之后 会不舒服 会觉得有点像是非离经半渡了 有点不舒服 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自己内部 也在学习着 很多人以为某种声音 可能是代表了整体 但是其实我们内部 都是有不同的看法在里面 我们都在里面学习着 这个包容专重的功课 所以我也希望其实外面的人 或者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的人 都希望能够用这种的态度去听一下 或者了解一下我们是怎样的 我估计无论怎样好 其实很多的神学生 其实他们都是 其实读神学和大学本科很不同 读本科其实读神学很多都是 他们其实是怎么说 他们要抛弃气纸 或者要写起一些放下一些东西 重新去追求一样东西 而那天是他们觉得值得的 跟第一个设计不同 第一个设计其实有时都是 都是不知道什么事 好像我那次怎么读历史呢 因为成绩好 应该收的就读了 那时候其实真的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走这条路 当你再读第二个设计的时候 其实你追求那个意义的时候 会更加明确 所以神学生通常就是 年纪大一点的人才进来读 或者不是那么年轻的 其实正正就是代表他们去 当然我们学校里都是很年轻的 所以我们其实都是 在一个求真的过程里面 我们大家都在追求真理 可能大家所理的真理不一样 但我们都学习那种互相尊重 这边是不是有位朋友 两个一起问 问两个 你先说 好啊 郑爺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很肤浅的 就是我是MACS的同学 我今个词听不到你的课 那之后怎么办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接着第二个问题 就是回应你刚刚说的那个 就是上帝掌管历史那里 你刚刚说 在看人的责任 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在那里 但是刚刚你分享的就是 譬如有两位牧者 他们对三字教会本身 都是很极端的看法 那我们在他的责任身上 那我看谁才看到上帝的掌管呢 那我觉得这个反而是 我自己刚才都想不明白 就是究竟上帝掌管历史 是多元地掌管历史 神透过他去到为三字教会背书 去到讲掌管历史 还是神透过他反对三字教会 去到掌管历史 我很不明白这一点 都想听多一点 OK 好 给这位同学 杨老师你好 杨老师你好 我想问呢 关于就是刚才你说到说 现在是进入我们书写 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 那我就想问其实当我们是 就是譬如香港人写着香港人 现在发生的事 内地人写着内地人发生的事 我们缅甸的同学 写着他们自己缅甸抗争的事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 你有没有一些勉励 或者教导我们的一些说话呢 另外一方面就是 当我们在写着我们自身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到辨识到 到底我们写的是真实的经历 还是写着我们自己活在的一些神话里面呢 在这个当中我们怎样去到分别呢 我估计 我顺着想起那个回答了 我估计是 没所谓的 留待后人去评价 我们自己 正正我们有时身在其中 有时 我自己都会有盲点 我觉得我自己也会有盲点 可能很多年之后 人们看回我所写的 都看回 原来我在某方面 其实可能是有一些 不全面的地方在后面 但我估计在这个时候 我自己真诚地 我这样去表达 我自己所相信的 我所写的 我所做的 一切就 留待上帝去判断我 或者后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图画 再评价回现在的我们的时候 的确其实我估计这个是 我们所看的都可以被修正的 我们一定不是真理的 但我们现在是很真诚地去活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所以我也是刚才所说的 不同的人去书写历史的时候 我估计这个都是很重视那个身份 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份 所以我们很想去真实去书写回 我们这个土地里面的故事 那个挣扎 有时候可能的确是 那个书写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 因为在之前那个经验的时候 令到我们可能会是 有一个很极端的一种reaction 都不行的 我们会有时候 因为react to那个不理想 那个压迫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走过了都不行的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 我们都其实写历史就是两个意思 我们一方面是记录历史 但是我们自己也都在写着 而我们自己第二个角色的写着 就留给将来的历史学家 去再写我们的时候 去评价我们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这个就是刚才我都说了 我们其实真的都掌握不到后面的后果是怎样 但是我们仍然一路走下去 那第一个问题是 MAC收不到我的课 怎样算好 做人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样算好的 但是我估计 但是我估计 就是 我不懂回答你 或者这样说 那就买我的书 那就是 因为他很多时候我所说的都是我写过的 其实 这个其实是 那当然了 我估计 不在这个空间平台 我估计其实 有时候现在的网络世界 也帮时代论坛买广告 那样 就是时代论坛 现在都继续每个星期 每个月帮他们讲少少东西 在这个时代观景那里 那我估计 那些应该都会没团的 没团的 那自己都想继续去写一些东西 或者去思考一些东西 那当然就是 就是我估计 就是其实 你应该开心的 因为我现在暂时可能不上课 是为了我想做一些更加 我自己觉得更加重要的东西 那如果我继续上课的时候 可能我就写不到那些 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那其实可能你为了一个这样的 现在是失去了 但是为了得着更加大的 那个的心去 去期待一下 就是我将来所写的东西 那这个是 那第二个问题去 很好的问题 都真的很不容易去回答的问题 就是用回刚才的例子 两个不同的 在时代变造了不同的选择的人 那 当然了 我估 或者这么说 其实我看回那段历史的时候 就发现很多东西其实真的不是异圆的 就是不是真的只有这样和这样的 其实是中间那里 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标准在里面 我估计 就是可能在某个角度里面 就是听他们的说法 他们自己可能 比如参加三治那班 积极参加 进去很早进步积极那班人 其实他们有时候都会说 他们其实是这样做 是想实现某些东西的 想去 或者有一种说法是说 其实我是为了 我争取 为教会争取更大的空间在里面 当然我估计 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亦都要尝试问 那你实际做了些什么呢 你做了些什么呢 而通过他所做的东西 再去看回你所说的那个空间 你所做的东西是什么 有时候我发觉可能有些人 其实我理解到有些人 真是很努力在里面 希望去撮展或者保存一些东西 这些我是很尊重他们的 他们进去自己受到很多限制 但是也都期望可以是 他真的看到他在里面 是在挣扎着去做一些东西 或者去守护着一些东西 但是有些我会看到 他们似乎当时候他们做的反过来 可能是伤害着其他人 加害着其他人的时候 而他可能做的可能是 借着这些事情 他可能自己在利益上 或者在权力上得到更加多的时候 可能我会怀疑他所说的 那个所谓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那个是一个真实的做法 所以这个的确是我们只能够 希望能够尽量可以 可以掌握多一些的资料 然后我们对那个人物 去做一个更加 全面一点的一个评解 我要说其实人真的很复杂 有时候可能同一个人同时发生 刚才我所说的两件事 有时候我刚才提及了一个老牧师 我90年代我认识他根本是一个非常磁场的牧师 他写历史的时候也很客观去看教会历史 但是完全没有想过原来他在50年代是一个很积极 很进步的 被信任 就是你可能想到50年代可以信任到坐在某个位置里面 其实他一定是非常之 非常之 就是积极的 就是 真的是 而那个一定是代表着他可能是 一定是在踩着其他人 就是有些人是被牺牲的 但是 我估 自后应该 就是我估他自己都对自己当年的一些的角色 一些的参与 他自己用一个新的生命 希望能够去 去活回来 我相信 所以 人制这么复杂 就是 之前 之后 不是同事后不同人 而是同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面相在后面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现在都会面对的 好 刚才各位朋友问 就是怎样在这个 那么特别的时代去 去思绪我们自己 或者思绪我们自己的历史 我想今天在场有一个朋友 对这个应该是特别深刻感受的 就是欧嘉伦先生 我们 他 我们每天跟他讲早晨的时候 我每天看他的文字都 都觉得很替他辛苦 就是觉得 看到他每天写文的挣扎 或者 背后的考量 我其实没有机会给他讲话 没有机会给他 分享他的写作的感受 请我们分享两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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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特杂啊 我刚才听到大家的问题 我听完 刘虎生教授说到 《Evercow what is history》那本书 我都很喜欢那本书 也看过很多片 我想我很记得 我想大家问的问题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我们怎样去将 真实的东西可以捉住 那样 那个问题是 其实真实的东西 从来不是那么容易捉住 从来都 从来 他不是放在那里 任你拿就拿到 只不过是 《Evercow》说过一句话 其实所谓的历史 只不过是一堆 大家都有一些共识的 一些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都不足以 令到我们真是能够捉摸到真相 不过大家如果有一些共识的话 可以对到很多不同的人的证言 很多的事实的话 当足够多的时候 我想可以我们 就是可以 逐渐报近真相 我想我们能够做到的 都是希望可以收集多些资料 听到一些人讲话 然后逐点慢慢去报近真相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能够做的事情可能就是 你将你自己见到的事情 将身边的人所见到的事情 或者在想的事情 一点一点记下它 或者这是你的偏见 但是当有足够人 一起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保留到 历史比较真实的一面 多谢大家 好 要很多谢 欧嘉伦 刚才你的演讲里面 讲到一个故事 是说你回大陆的时候 有个朋友跟你说 他不能公开跟你打招呼 我自己和欧嘉伦 经常在中大吃饭的时候 都会问他 你身边的朋友还敢不敢跟你打招呼 我觉得这是一个指导 所以有机会我都会和他打招呼 就是让他知道我是他的朋友 然后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OK 林苗恩也在 你讲到这件事 我想多说一句 就是其实是很多人和我打招呼 我完全 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很幸运的 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很静气的人在大家身边 多谢 我们在座的朋友 林苗恩也都是我们经常 每天看他写文章 继续坚持写文的朋友 我也想你说两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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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脾气不是很好 对人不是很好 很少人主动跟我打招呼 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 有 哈哈哈 刚才很多人都会问 如何书写 就是现在 那我就 其实对我来说就是 迫着书写 因为每三天一个 避免 所以是迫着的 那 嗯 就 嗯 对我来说呢 我会 就是 就是我会 刚才好像也有一张照片 就是 啊 刚才你提到 对数字的完整 那个执着 是的 那我都很喜欢数字 哈哈哈 就是 如果有时是 可能我要写一个点的时候 那我就会尝试去 找一些数字 找一些数据 去支持我的点 那 就是 对方要抓住你来 骂的时候 他会 不是要数出来 这样 可能是用这个方法 另外就是 就是 我会尽量保持自己的心态 就是 轻松一点 就是 就是说笑 就是 我常常会觉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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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都是一个力量 就是 就是我会觉得大家 就是不要 可能有时候 觉得 好沉重啊 好重啊 那我就会觉得 就是 就是 我们可以 尽量自己用 轻松一点的心态 就是 如果听到一句 很有趣的东西 我很多时候都会 我首先会想起笑话 然后就会想一下 如果我由笑话去 去写 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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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难些 就是他会难些 去围难一个 令大家笑的人 就是 就是 我这个是 我会觉得 都是一个 旁身的伎俩 那样 那样 那我觉得 啊 啊 啊 嬴爺都很熟悉这个伎俩 应该 因为 他说话都是很好笑的 是的 多谢 OK 我们听到最后一回的提问 时间关系 没有其他朋友想 一 二 没有其他朋友想问的 OK 好的 行教授您好 我想请问我可不可以用普通话提问 啊 谢谢您 啊 我是中大政政系PHD的学生 啊 我在batchelor的时候 有做一个有关 啊 中俄大陆乡村基督教的一个研究 当时有看到您的论文 啊 我记得您在论文章中有提到 啊 江泽民时代 似乎有呈现出来 对于 啊 有一种宗教 啊 物实主义的一个倾向 也就是啊 大陆政府倾向于部分的去承认 啊 宗教对于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个 啊 作用啊 啊 但是啊 啊 在近几年啊 就我的观察来说 我认为啊 大陆的 啊 宗教自由的一个环境正在逐步的收紧 特别是啊 啊 特别是啊 疫情爆发以来啊 2021年啊 啊 关于河北的一个啊 疫情的爆发是有关 是跟啊 处于灰色地带的啊 家庭集会的啊 关系 导致了疫情的大量爆发 啊 呃 从那之后啊 大陆的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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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政教关系的书是出版于1999年 我想请问对比之下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政教关系 谢谢您 好 谢谢这位同学 好 最后一个问题 问题跟刚才也有关的 基督教中国化这件事就一直杀下来的 这个所谓生死存亡的问题 你对于如果香港的教会 甚至香港的神学院要讲基督教中国化 到底怎样讲呢 我想一定要讲的 但怎样讲呢 有些什么忠谷呢 想听一下你 好的 谢谢您的问题 我刚才有个问题 我猜就是说中国政教关系的变化 我以前已经讲过是江泽民时代 九十年代的时候比较务实一些 似乎在近这几年就开始是 转移了一种比较收窄的情况 我之前那本书是在1999年的时候 写的政教关系 现在怎样看呢 其实我自己在2018年 我不继续谈 2018年 我有另一本书 或者2018年有一本先的书 这本书的名字就是 先是带的 先是带的中国中教之书而知都之后 新时代的中国宗教秩序与基督教 我猜这本书正正是 我想将近这几年的中国政教关系 在一个新时代里面 我觉得是想建立一个新的宗教秩序 这个新的宗教秩序 其实正正就是针对80年代以后 那种好像是一个冒实的情况下 出现的一种宗教的空间 而带来的一些我们叫做增长 或者基督教烈 开始尝试重新去regulate这个情况下 采取不同的做法 无论是拆拾字架也好 或者是未成年人信教 当然那本书是时候 未发生这个疫情 但我个人觉得 其实疫情只不过是一个 你可以说在用疫情去 其实原来整个的收集 或者打造这个新的秩序 其实已经是进行着的 不过藉着疫情 然后可以再进一步 可以加强它 加快一些 这个也是过去的 就是看回过去的中共的宗教政策 其实他们都会 基本上有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他们是想 快点慢点 其实他们会有不同的考虑在后面 但如果发生某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会很快 利用那个机会 就乘机快点 走多步 我估计疫情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但无论如何 这个的确是一个新的 我觉得其实那个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过去说 90年代2000年的时候 我们都会提及个别的情况 但我觉得这几年 其实那个不是一个个别的情况 那个会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真是一个 进入一个 一个 paradigm shift 整个 就是中共 他对于宗教 进入一个 一个新的 一个典范在后面 那 就 所以这个 我估计 我们现在 身处其中 也都觉得是很大的挑战 在后面 包括在香港 那去回 那个问题 关于中国化 可以怎么做 其实都没有什么可以怎么做 我觉得 就是 我估计 就是怎么说呢 现在 这个肯定是一个 一个 是 要说的 就是 或者 或者这么说 就是看你什么 怎么去界定 什么叫中国化 就是如果你的中国化 是只是理解成为一个 一个口号 或者一个 现在所说的宗教 中国化 这件事的时候 那我估计 似乎现在刚刚在香港去推动的时候 似乎在现阶段 都是容许 就是 大家有 不同的 一些的理解 就是 不需要一定要跟着 那个主旋律 去讲里面那一套 那当然 这个就很视乎 刚才所说 那到底未来 他们 就是 容忍这种 你们自己这样说的 情况 可以容忍多久呢 我觉得 都好的 藉着不同的说法 更加呈现到 原来香港都 原来我们还有多元的声音的 这样 那他们想 表现这种这样的论述出来 或者他们开始觉得 其实 这种这样的多元声音 你还不肯说 你还不肯说 那开始就 越来越可能 用不同的方法 希望你去 就是 讲他们那一套 那这个其实是 这个是 就是 两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现在都还在 还在 假设万一 真的 只是能够 只可以 一种声音 跟那一套的时候 那我估在这个 这样的情况下 的时候 那其实就 如果我们 根据中国大陆 过去的经验的话 那其实一定会 更加多人会 这样就讲 这样 这样就做 但是也都 一定可能会出现 某些人可能是 仍然希望 期望可以做到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就是 拆下边球 就是 讲你 讲你 什么东西 那我估这个 其实是 在中国大陆里面 我们在民间里面 其实都 就是 见到他们那种的 经验来的 其实 那种很真实的 经验来的 那就是 真是很视乎 到底他们 要推到的 力度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我们 说那个中国化 不是只是 很specific 刚才所说的 那个叫做 中国宗教化的 一个这样的 运动的话 而是我们说 整个大氛围 是 中国化的话 那我们说 其实这个已经是 现在进行 识得很 就是一个步伐 很快的 就是 就是因为觉得 香港不够 中国化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方面 都需要是 中国化 那这方面 其实我们 大家都发觉 是很多东西都在中国化 OK 我看到邵家臻 举手 最后一个问题给你 你好 我是 凌复珍的学生 我因为凌复珍 所以读MACS 不过我这个不是问题 我搞错了 我是传话的 所以我不小心 张老师的总结 唱《淳明浪之心》过一段 就传给潘元良 那么潘元良呢 就这么回覆你 她说呢 世道太坏 好人呢 就只能够继续发声 那我猜她呢 是叫你 无论你在哪个崗位都好 就请你继续研究 写作 做一个 就是苦戀里面的 老头子的历史学家 我觉得这个是 无论 没有浪费的 无论你在哪里都好 就是 你的作品 都会提醒我们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我一路上你的堂的时候 我第一次跟你说过 不过你通常都不会记得 就是我说 我上完你那个 中国的 近代的教士之后 其实我不用看鬼谷的 就是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 我说 因为最害怕的那些 你上个堂已经说了给我知道 所以多谢你 多谢你 好 多谢家俊 最后我要讲一点感受 我呢 就没有上过 福增的堂 也没有收过神学院的课 但是我undergrad的时候 我是的确修读过一门 叫做宗教哲学的课目 宗教哲学当时的老师 就是沈宣仁先生 我不知道 有些朋友应该记得 沈宣仁先生是 崇基学院的院长 对于崇基的教育 有很大的贡献 沈先生在他 过世之前 就在美国曾经写过一个 email给我 然后他跟我说 他当时已经是岩征晚期 他作为一个基督徒 他说其实他看圣经 他说 看回头最打动他 或者他觉得最触碰到他 多年以来 在他的一生印里面 就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第五节 那句说话是什么呢 叫做 江照在黑暗里 黑暗剧不能 染蔽他 我想还有很多朋友 都会听过这句说话 那其实后来呢 我昨晚呢 就回去 找回沈宣仁先生这本书 然后他发觉 他这一段说话 他这句说话 光照在黑暗里 这句说话呢 其实他是一九七零年 在宋基学院的一次报道会里面 曾经用这个主题呢 做了一个很短的一个讲道 然后我看回他这篇文 我很想在福增老师的荣幽讲座的最后呢 想跟大家分享沈宣仁先生 他写的这一段说话 我常觉得世上越宝贵的东西 如难以获得 并且得到之后也容易失去 人的生命 名誉 友誉等都以示 譬如一个幸福的家 一间最高学府 无论用多少心血 时间负责与建设 一顺之间均可毁灭 归衣无由 我看罪恶是事实 不成问题 问题是 黑暗之中 有无梁光照耀 人在黑夜中 可否看得到 上面的群星照耀 望得见 未来的一线曙光 我相信世界虽然很黑暗 但还是美好的 人心虽然丑恶 但还是良善的 因为上帝的创造 及富裔人的恩赐 都是好的 我只这样相信 不能证明 但我可以举出使我这样信的一些实例 及上能感动我 及我喜乐的几件事 小孩子的欢笑和安眠 青年人的热成 和理想 儿女的信任 父母的期望 人对真理 正义 和平 人 恭敬的追求 为之写身成人 学者 专家 诗人 艺术家 等在工作上的忠誠 人以人之间的 宽视 及和好 人为他人的服务 牺牲 这些都是黑暗中的良光 照耀着世界 人心 不能掩蔽 或 吻没 将这段说话送给大家 亦都送给 迎福曾老师 再一次多谢迎福曾老师